我们的作品名称叫做实在为了 到底有没有在什么地方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动机 我们的动机分为下列四点 一、清楚理解维生物在加工材贫制作过程的作用 二、利用天然培养机进行不同维生物培养女单理 三、将观察到的维生物制作成绩检标本 四、简化维生物实习进检记录方法 再来介绍实验方法及过程 我们做了三、二维生物 第一类为细菌 在细菌方面 进行牙包杆菌属、二肠杆菌属及乳酸菌属的实验 牙包杆菌属部分 我们进行了两个实验 第一、以枯叶丹尼乙棋棺材牙包杆菌并制作成绩检标本 第二、以吃瘦纳豆根、活化纳豆菌 丹尼乙棋棺材并制作成绩检标本 二肠杆菌属部分 我们以厕所吸收水源 丹尼及观察大藏杆菌并制作成绩检标本 乳酸菌属部分 从乳酸菌发酵与乳酸菌发酵过程中 丹尼及观察乳酸菌并制作成绩检标本 第二类为细菌 我们利用了紫苏莓、味噌、豆腐乳、酱瓜 在加工过程之一观察细菌并制作成绩检标本 第三类为菇类 我们选用市售的雪白菇、白金银菇、金丝菇、柳松菇、羊菇及香菇 仅利用我们太空包培养的树正菇 利用以上的菇类 进行隔膜与包子的观察并制作成绩检标本 三结果 首先我们介绍细菌的部分 左图结为隔蓝色染色的实验结果 牙包感菌为阳性、肠感菌、电脏排列 纳洲菌为阳性、单一形态 代肠感菌为阴性、防感菌 右图结为包子染色的实验结果 绿色部分为牙包感菌的包子 绿色部分为纳豆菌的内生包子 红色部分为营养菌体 标杂感菌无包子的形成 代来是标杂感菌与牙包感菌的混合格兰结果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颜色与形态的不同 纳豆菌与牙包感菌的混合格兰结果 可以看到形态的不同 接下来是乳品发酵 我们利用丝绣的鲜奶 接种了优格、优酪乳、益生菌粉 作为乳酸菌的培养 格兰结果可以清楚看见保加利亚乳酸感菌 及乳酸叶球菌的生长 再来是乳酸发酵 我们原料以大白菜、白萝卜和外野菜 配置不同浓度的食盐水 进行培养 格兰结果可以看到的是乳酸感菌 白面猪菌菌、皮猪小菌 植物乳酸感菌 还有再高颜度起来才能看到的四叶小菌 对照药品为发酵时间超过一个月的 酸白菜乳酸叶菜发酵液 格兰结果可以观察到 酵菌为耐酸性的乳酸感菌 已经很少看到乳酸球菌的生长 在发酵的过程中 因为没有收到其他微生物的干扰 所以TH降者比较低 在酵母菌的部分 指出梅滋与卵黏液滋液 我们可以看到熟型还有卵型的酵母菌 梅滋酒液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形态为 柠檬型的酵母菌 味噌发酵液 我们可以看到熟型还有型甲性脂肪的酵母菌 我们看到为耐酸透压的乳酸基和酵母菌 豆腐乳发酵液 我们可以看到熟型还有卵型的酵母菌 带为玉地囊的女子菌式片段 产生白膜胭脂浆酸瓜的发酵液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形态的产膜酵母 商业用的护背酵母我们可以观察到市售的啤酒酵母 在菌类的部分 菌类为高等增菌的多细胞生物 所以我们将重点放在隔膜与包子的观察 在黑水白菇及白水白菇方面 我们可以从菌脂看到上面的隔膜 及菌脂上面的包子生长形态 因为菌脂菌和修正物的菌脂比较细 所以它的隔膜不好拍摄 但在包子的方面我们还可以明显看到包子的生长形态 在鱼松菇及香菇方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隔膜 还有在鱼松菇我们可以看到孤露的包子 在香菇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包子 白菁蜜菇和羊菇 一样可以挖插到隔膜与包子生长的形态 以上级时间就有隔膜 可以看到各种形态的铜肝籽包子 最后部分为结论 结论分为下页四点 一清楚看见维生物在相关产品内的存在 二成功将所观察到的菌体制作成标本 三天然培养基取代合成培养基 四增加维生物时期的生活化 第三个 三年 五年